二胎港泰回归职场的一天 送大宝去上学啦 看他扁举的样子 还要抱抱抱着 有很多粉丝宝宝问 我两个小孩是谁照顾呢 永仁姐姐她是 一个人照顾两个的 不过呢 我们家里也是有妈妈还有爷爷的 他们也要上班了 不过他们的时间呢 就没有我们那么长 就算没有妈妈跟爷爷在家的话呢 我们也是很放心教你姐姐的 因为姐姐已经在这里差不多工作了三年了 然后她做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看的也是很用心的 上班去了 现在天气好舒服啊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板头发 画一下我的好看 他呢 因为最小的孩子 我已经三岁了 不用喝奶了 是收钱的 所以他给我 谢谢 不用谢 赶紧吃个早餐 古田诺也是忙得不行 吃早餐还要干活 这个美女又找我了 她真的好搞笑啊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我得 回来发现 古田诺还在认真工作 跟笔种对接一下工作 给我送这么多东西 当然要好好配合她 我的同事们都超级好 拜拜啦 下次见 下注视频 请不吝点赞 至连长